老虎突然出现在车前,围着汽车打转 一会儿之后又回到树林里,消失不见 这样的情景似乎与往常到动物园的自驾游区域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头老虎和动物园的老虎并不一样 它是一头已经野化了的华南虎 山羊一出现在视野里,华南虎马上以极快的速度扑了上去 准确咬住山羊的脖子,然后又迅速带回隐秘安全的地带 这一系列的动作在动物专家的眼里,都与动物园的老虎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一只羊的话,它三天之内,它肚子不会很有饥饿感 如果再大一只,点了一只羊,它甚至可以顶到一个星期不是东西 野化的虎呢,它会夜来呢,就是时间一长 它会相当于来讲,它就会比较,胆子会比较小 它可能一有什么风水草动呢,它就会往那个树丛里面跑了 渐养的虎呢,它对盐会比较轻一点 以上这些画面都来自广东清远长龙华南虎繁育野化基地 从2016年建立以来,工作人员在这片大山里修建了12公里的铁丝网道 在动物园里,动物呆在笼子里,在这里则是人要呆在笼子里 更大的空间和自由要提供给回归野外的动物们 因此,我们的拍摄等于是闯入了华南虎的领地中 所有人必须呆在车上隔着车窗拍摄 在寻找华南虎的身影的同时,另一边一头黑白相见的孟加拉虎也悄悄走过 目前,共有两头野化成功的华南虎在这个区域生活 而在其他区域中,还有四头华南虎正在学习自主捕食 在野外遇到猎物,能不能判断出来,能不能咬住猎物要害部位 都是这些体型建树的菜鸟要学会的本领,是放虎归山至关重要的一步 它不会在野,朴石河石的话呢,可能我们会通过 像一样它隔着看其他的虎,会朴石河石,会抓河石的虎去抓 或者是带动它们去进行这一系列的训练 像现在的进行目标呢,我们就是这个虎,它在野外 它能自己采食,能自我繁殖 如果它要到成功的话呢,它可能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期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引擎目标 到最后它可能的指一代,到指二代,指三代 它们难道回归野外,翻归野外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老虎,也是世界十大宾威物种之首 由于华南虎太过珍贵,从2019年开始 基地利用孟加拉虎先行尝试野化训练 几年下来,这批孟加拉虎不仅会独立捕食 还成功实现了野外繁殖 杨汉东坦言,珍稀动物野化的道路还很长 两头华南虎算是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这些华南虎真正的自由,要到它们的若干代后才有可能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